普通常有西紫荟的美食 可贴的印象 刚刚有充满的美食 分別是魚香肉絲,還有三隻赤燜鍋 來說明為什麼預防止捷可以用做菜來表現 天啊,把歐阿的問題搬上餐桌試考 我們這是哲學家吃飯問題的前傳 哲學家做菜啊 事後發現,當哲學家在做菜已經花太多時間的時候 吃飯卻忘了一切哲學問題 筷子不夠,就直接拿手啦 這才是哲學家問題的根本解法 好,剛剛考慎首歌很可惜 接下來要跟大家做菜要介紹 首先是Deadlock定義 這邊如果要好好上加媽課的同學應該都知道 可是為了預防有些人聽不太懂 我們還是做一點Review 那還有就是發生條件 接下來我們會用小短句的方式 把Deadlock發生的四種條件呈現出來 大家請期待 接下來是會在我們狀況小短句裡面出現的主角 好,第一,是我們的鍋子 他扮演我們的支援一 接下來是我們爐子 扮演我們的支援二 還有我跟學一 我們兩個分別是Photosix一跟二 爐子跟電磁同時間只能做一件事情 同時間也只能被一個廚師使用 下一個狀況是 我需要這個鍋子跟爐子 我才可以踩 可是呢 我只有 這個笨蛋一樣在那邊等 爐子釋放出來 WOW What a mess 好,現在他正在執行他的動作 嗯,好香喔 他的process 好 誒誒誒誒 那個鍋子可以借我一下嗎 我想用 我要用 誒,不行 誒 不行 借一下啦 我現在正在炒菜 你看 好,他炒菜這個動作是不能被中斷的 好,好 所以,到底可不可以借我 不行,不行 好,好噗 我還要再等 15分鐘 之後再過來 好噗,那我15分鐘後再過來 好,大家好 我是A 我現在已經熱好了 爐子在等B 把他的鍋子交出來給我 嗨,大家好 我是B 我現在正在 準備用爐子 炒菜 但是A應該佔爐子 所以我真的 快點 不行啦 你那個要先給我啦 我要先用啊 我爐子都熱好了 那你要我直接倒在爐子上炒嗎 不行啊,你鍋子要給我啊 快點 我現在要炒了 總之呢 現在的狀況就是呢 我在等他的鍋子 然後他在等我的爐子這樣 然後這個就形成了 Circular waiting 沒錯 你看 連做菜都會遇到這麼多的deadlock 那要怎麼預防跟復原呢 接下來 我們會用剛剛做菜的例子 為大家介紹 老師在課堂上所講的解決方法 首先是Mutual Exclusion 對於同一時間只能用餘下工作的鍋子和爐子來說 因為本質難以改變 所以無法使用護置條件不成立 那要怎麼使用護置條件不成立呢 這個做法相對簡單直覺 當你看到廚房已經有人開始做菜了 你當然就直接走到層上等開飯啦 而不是 要等他全部做好 再進去 這樣才不會發生搶不到爐子在旁邊乾等的情形 可是常常有做飯的同學 或者是OS上課有認真舉手提問的同學呢 一定會馬上聯想到 STARVATION 當你遇到那種用鍋子熬湯煮很久的人 又或者是你邊等邊看電視 回來後 就發現廚房被另外一個人搶走了 所以你就只能繼續等 繼續挨餓 為預防這種情形 老師教我們了我一個妙招 好 那就是 設定可以被PREAMPED 還有MULTI LEVEL FEEDBACK CUE 好 我們再用廚房的例子 再讓各位有更生動的體會 當你在煮菜的時候 發現廚房門口有一個 餓了很久的人 調著怪物 或一直拆刀 你會有什麼反應呢 當然是 怪頭啊 好 這個時候你被PREAMP掉了 因為餓了太久的人 有比較高的優先順序 所以餓了太久的人 終於搶到了廚房了 宣義還不趕快謝謝MULTI LEVEL FEEDBACK CUE大人 終於要說到最後一個CIRCULAR WAIT了 在說到如何使CIRCULAR WAITING條件不成因之前 我們下一段前清其要 來喚起大家對CIRCULAR WAITING的基因 好的 這就是很激烈的CIRCULAR WAITING 那麼對於這個狀況 我們的法是這樣 把鍋子設為編號1 爐子設為編號2 也就是要先拿到鍋子 才能拿到爐子 這樣一來 就不會發生影片中 搶得到爐子 卻少了鍋子的情形了 大家在聽了我們生動活潑的解釋之後 有沒有對DEADLOCK的理解又增加了不少呢 好啦 我們的節目到這邊也進行到尾聲了 我們兩個哲學家們為了做這道菜 花了將近四個小時 成品到底好不好吃呢 大家想知道嗎 我先買個關子 大家看我們做菜的其中一個片段 來猜猜看吧 我們來 現在是發生突發狀 我說啦 有人記錯菜阿 我們錄的是別的菜 我不說了 我不說了 不好意思喔 天啊 這個NG 沒關係 你看我的筷子成功 然後你的線也快要支支被烤 不要不要不要 還有幾款 快點快點 我們這道菜呢叫做 雞翅 就是一道 一道餐廳的名菜喔 我忘記那道菜名字 不好意思 等一下會在字幕補上 大家請見諒 我們現在就是Youtube風格 Youtuber Youtuber風格 隨便來 隨便來 GZCOM GZCOM 問題越多 收視率越高 GZCOM 音樂 Youtube MING sorting